經濟部長張家柱閃辭震驚了各界 包括工商協進會 工業總會都紛紛表態 希望政府慰留他 也呼籲政治人物理性問政 應該尊重行政官員的尊嚴 不要隨意羞辱以及抹黑官員 感到非常訝異 競爭 光是我還很不捨 所以才這個記者會來表達我們 意見實聲 經濟部長張家柱閃電辭職 不只在政界劃下一個驚嘆號 就連產業界也是一片錯愕 工商協進會8號出面 表態留人 希望經濟部長張家柱不要走 經濟部長是我們企業界 是一個政策制定者 是我們監督者 也是我們的靠山 部長人選還是從專業裡面選出 能夠勇於認識者 像張部長這樣的人才 你有時間你再換再找 但是在這個時候沒有的話 你不得不讓他停會下來 這12月24個月 其實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性非常的大 當然同樣也希望像這種人才 像張部長的人才能夠繼續 能夠幫國家來服務 張家柱請辭當天在野黨立委不留情面的質詢方式引起三位企業界大佬痛批 要在野黨別把國難當作政治題材 你被人家罵到這個樣子你願不願意做 願不願意做 我們的委員沒有給他一定的尊嚴 今天國民黨執政說不定幾年後就換黨執政 這樣的循環應該是就事論事來為台灣的前途來奮鬥 張部長能夠忍耐能夠為了我們中華民國工商界的未來 再打拼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他能夠忍耐下來 工業總會也同樣表態 工作理事長許勝雄發布新聞稿表示 經濟部主管全國產業政策 攸關台灣未來經濟發展 政府辭職多勢之秋 內閣閣員不宜更換太頻繁 府院高層因權力未留 讓期待推動之重大經濟政策可以持續進行 今晚會主委曾明宗也希望未留張家柱 希望他能夠留下來大家一起奮鬥 我真的不希望台灣真的只有立場沒有是非 這對台灣長期來講是有負面的影響 產官學界紛紛出面未留張家柱 不曉得能不能讓張家柱回心轉意 UDN TV 梁立林 台北報導